某地的一栋大厦里发生了一起坠楼案件 伤者是一个名叫陈永强的修车工 他身体受到重创 陷入了重度昏迷 至于他为何坠楼 警方能得到的线索 仅是陈永强发给家人的短信 短信内容大概是说 自己一事无成 难以给家人幸福 所以愧疚自杀 警方想要获得更多线索 却发现陈永强坠楼处的监控 在事发时正好处于检修中 几天后 基于已有证据 警方只好宣布 陈永强坠楼是想要自杀 然而 一个名叫孙大胜的警察 却发现了一些蹊跷 因为他跟陈永强很熟 知道陈永强不是一个会选择自杀的人 而且为何监控 先偏在事发时检修呢 更奇怪的是 在事发前 这栋大厦里曾有急救电话播出 却并未要求急救 孙大胜猜测 这起事故 极有可能是人为的 而凶手 则极有可能是该栋大厦的主人 赵氏集团的二公子赵太 因为在事发前 陈永强曾去找赵太索要搬迁费 为了查明真相 孙大胜找到赵太 想要问出点什么 却发现赵太有意躲避他 这也让孙大胜更加相信赵太心里有鬼 其实赵太心里确实有鬼 那天他见陈永强在公司楼下举牌抗议 而抗议的原因仅是为了四千块的搬迁费 赵太很不爽 找来手下红铁军 斥责他半事不利 还让陈永强当面暴打红铁军 陈永强不愿打人 违背了赵太意愿 惹怒了赵太 于是赵太又暴打了陈永强 还将其打昏了过去 赵太以为出了人命 为了逃避法律制裁 便让手下知道了陈永强跳楼自杀的假象 此时此刻 赵太见自己被人盯上 便指使手下崔经民 想办法搞定孙大胜 崔经民以为 孙大胜只是想要趁机敲诈一笔钱 于是他找到孙大胜的老婆 送报送钱还送学区房 希望刑警大人可以高抬跪手 然而令崔经民没想到的是 他这样做反而坐实了赵太心里有鬼 孙大胜很愤怒 他闯到赵太宴席上 正式向赵太宣战 表示自己会紧紧盯住他和整个赵氏集团 赵太也是个狠角色 他见软得不行 就开始拿孙大胜的家人相威胁 另一边 崔经民来到医院 诱骗陈永强的妻子签下合同 撤回了诉讼 此时的孙大胜愤怒到了极点 他揪住崔经民 想要打他一顿 谁料 这一幕被人拍下发到了网上 严重损害了警察形象 孙大胜也因此被停了职 与此同时 赵氏集团董事长 也就是赵太的父亲 为了帮儿子摆平此事 特意从国外请来杀手 想要杀掉极有可能会揭发儿子的红铁军 而另一边 在赵太收医下 崔经民找到红铁军 想要红铁军帮忙除掉孙大胜 阴差阳错之下 三方凑到了一块 不幸的是 一名刑警在打斗时受了重伤 幸运的是 外国杀手被捉住 警方也因此立案 开始了对赵氏集团的调查 为了维护赵太 也为了保住赵氏集团 赵氏父子只好将崔经民推出来做替罪羊 几天后 警方突击检查夜店 正好撞见赵太吸毒 为了避免被抓 赵太开车横冲直撞 想要逃出警方包围圈 孙大胜则紧追不舍 是要把赵太绳之以法 最终 孙大胜在一处广场附近将赵太逼停 赵太很生气 像个疯子一样暴打孙大胜 为了维护警察形象 孙大胜刚开始并未出手还击 直到围观群众拍下证据 孙大胜才决定出手 将赵太当场制服 经过一番调查 陈永强自杀的真相终于大败于天下 赵太与相关人等 也全部受到了法律的制裁 本故事来自电影大人物 我是硕士文阿龙 喜欢听阿龙讲故事的朋友 记得点点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